宿舍內茶水間乾淨又寬敞 提供大學住宿生使用 另一邊的梯間也相當整潔 對於許多大學生而言 能住進學校宿舍 無疑就是減輕房租負擔 我目前的住宿費 大概是一萬億左右 那跟外面相比的話是便宜蠻多的 因為換算下來 這樣一個月也才兩三千塊而已 外面一個月的就拿 同樣是雅房好了 如果環境好一點的話 可能也要六七千 那環境可能比較差一點 你可以找到四五千的 但是那個環境就不一定是 我自己會想要的 我剛剛看的那個價格是一萬五千七百 對就差不多一萬六 對然後我們是住套房 然後外面的話我記得是 因為我蠻多朋友在外面 就是有住房子 那原理上離學校就越近就越貴 我記得一個月 我記得到最貴 甚至一個月一萬塊都有 根據教育部統計 公司立大學校內宿舍收費 主要是因為房型設備和環境差異 而有所不同 每學期收費一萬元以下的最多 佔百分之四十三 第二則是收費一萬元到一萬五千元 佔百分之三十八 其實有補助當然一定比沒補助好 對然後就是最重要就是減輕我們的負擔 因為我自己是就學貸款 所以其實如果我說他有補助 他其實會幫助我 在四年結束的時候 會減輕我學貸的壓力 我是覺得有這個補助 其實還算蠻有用的 對就算我們可能 因為現在大四了 所以適用到的時間可能比較短 但至少後面的學弟妹 就是應該是蠻受用的 行政院目前已經同意 公私立大學住宿生的租金補貼方案 是以每個學期為一個單位 金額則是五千元 如果是弱勢學生 則會加碼1.4倍 也就是一個學期七千元的補助 預計在2024年的2月就會上路 但補助金額已經出爐 不過錢又該從哪裡來 校內宿舍費補貼 所需要的經費 預估每年大約是28億元 教育部將爭取比照 校外租物補貼的方案 由內政部住宅基金協助致印 內政部住宅基金 是配合行政院重大住宅政策 從2017年至2022年 已經從國庫補助基金 約151億元 2023年補助357.7億元 2024年預計編列200億元預算 而行政院表示2024年至2028年 五年的時間將由內政部住宅基金 支印140億元作為大學校內住宿補貼 之前我們也曾經有接到 來自於學生端的這個詢問 因為內政部在擴大租金補貼之後 還有再向教育部的弱勢租金補貼的計畫 其實很多的學生就會來詢問 那住在學校宿舍是否可以 那現在我們很開心他們可能可以得到一個 他們想要的結果 跟內政部它是依據縣市區位 來訂定補貼標準不一樣 而且校內宿舍收費已經比校外租金便宜 所以我們在規劃每月補貼額度上 將參考內政部310租金補貼方案額度 而最初教育部提出的方案是以一個月作為補助的單位 但行政院認為因為學校住宿費是以每學期作為繳納的單位 因此補助應該有一個學期 在金額上面的話 我們沒有跟學生史資上的去聊過 可是我相信因為文大住宿費非常便宜 對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底下 其實學生應該會是相當相當的開心 由於校內住宿不向校外租賃會簽契約 因此將由學校在學期開始之前 依床位向教育部申請預播九成補貼款 宿舍繳費單上也會依身份先預扣額度 住宿生只需要繳交差額 最終學校會在依實際的申請人數 以及身份向教育部核算補貼 TVBS新聞 何將朱光宏謝丹池特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